大家好,欢迎回来这个视频我们继续的向一个章节3.6 就是讨论一下跟正式拍板有关的几个内容 一个是你的文档的封面 这主要是在article或者是book这种文档类型中 我们会去涉及到封面的问题 另外就是大纲章节还有目录 就是table of content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话 大封面的话主要就是里面会涉及到这个文 就是你的这本书或者文章的名称作者 还有这个日期 大纲的话就是一个一个的这个章节 实际上是它的标注 通过你定义了不同的这个部分 主要其实我们会用的多的是chapter和section paragraph用的不多 你定义了section之后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table of content中 把它给调取出来 我会在这边的话放了一个就是latex的就是pd wikipedia这个文档 那我们来它做一个sample 在这边的话我们是一个document class 我们试一下用 应该是article就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是那个英文的英文的 英文的我们就直接用英文了 然后是beating documents 然后我们把它放过来 当然这块我并没有去做相应的这个格式化了 我们来只是看一下 先把它保存到3缸6 这个下面 排版 我们先进行一下编译 可以看到在这块我们也没有什么这个回车 所以我们等一下试着去增加一些相应的内容 所以我们首先按照这边 我们先增加一个title 这个title实际上就是latex 在这儿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它如果变成book 在document的环境内的第一行写上 make title 这个应该是在导演区 可以看到在这儿 实际上它默认会有一个日期 但是我们这边并没有放这个日期 你可以去调整 它的日期就是你一make title 它就已经放上了当前日期 然后我们可以放上author 这就是我们在第一页中的默认的这个title 当然你可以在这边做这个date 省略就会自动编译当天的日期为主 我们可以说这个是 我们用这个月的开头 November 1 2023 以这样的方式 我们去make title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你的设置了 这个方式 当然我们最好把它 能锁进一下 这样的话 它和我们的document的class能够分开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title的主要的三个部分 标题页的角柱 用synx命令完成 这个标题页的角柱 这个是有吗 是放在导演区吗 还不是 所以这个是用标题页的角柱 make title 我刚刚查询了一下 这句话的意思是 你在这个title页 就标题页 如果你想增加一个表柱 角柱 比如说我在这个作者这边 我去增加一个角柱 那是用这个synx的命令去完成 从这个是synx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边继续增加synx 你是可以在这边 这个不是用这个footnote去增加的 它是用这样的synx 所以这个是一个跟上一节我们说的这个标记 有所不同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纲 大纲的话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去设置 比如说这个是第一节section chapter1 应该是用这个大括号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回车 我们说这个地方是section2 chapter2 可以看到在这儿它会自动的按照这个0.1 因为这个就是part 这应该是section 这块我说这个地方应该用chapter chapter是1 section是小数点后的event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可能再来断一下 说这个是section 这个是startinglatex 可以给它这么一个名称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变成chapter 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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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chapter chapter 然后chapter是article的文档不包含 如果我用article那就没有 如果我用report okreport在这儿 chapter1 然后这儿有一个chapter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的话是应该它的名称就成了 start 可以看到chapter1它会自动的有计数器去记录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放上你的名称 或者你可以不放名称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就是空 那它就是chapter2 直接就是这样 然后在这个2-1的section 这个地方我是有错了 应该是用大括号 给了一个名称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会有 2.1 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大括号 2.1它会在这个section的同行 出现 然后它会自动回航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不用回航 我们就不用再 可以用它内置的计数器 然后我们再放到下一个部分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it provides 找一个句子的结束 可以从这开始吧 using 当然这个我的具体的内容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那个我们就是未来演示 所以我们有两个chapter两个section 所以在这边去放大 当然这个subsection还可以继续去用了 我可以在第一个这个里面 我可以在这回航 我做出一个subsection small part 所以它应该会在2.1和2.2之间 它会出现一个2.1.1 所以在这边的话 chapter是一级 section二级 subsection三级 还可以有四级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 大致的这个四级结构 这个paragraph 我觉得我们这个用的应该不多 所以我可以试一下 在这个3.2下面的话 如果我在这回车 做一个paragraph 然后这个是new part 我们可以看看效果 在这个3.2中 它是这样的一个 并没有那个新回航 但是它会在这边的话 如果我把它放到这边 不影响这个显示 就是你这边是paragraph的时候 它会另起一段 所以为了清晰 你还是可以在这边的话 放到另外一段 这个是对应的这个命令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你可以进一步去做这个 这个深度参数的标识 你可以说art 但是注意这article book report 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些不一样 当然还有一些小技巧 我们就在这里跳过 主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录 插入目录就是table of contents 我们的印象应该是在最开始 我们有了一个title 我们在这儿table of contents 然后我们编译一下 可以看到在这儿它就直接以这个默认名 contents来做 然后它会插入chapter 第二个chapter 没有那标题 所以它插入不了 然后是section subsection 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让你的这个目录都是有内容的 那就应该在chapter 这个chapter里面 我们说startact content 我们在这边的话要给它一个标题 在这边 哦 chapter 看看 这儿有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出现 好 也就是刚才已经有了 可以看到在这儿可能就是需要一定的是那个反应时间 这个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就是快速的这个演示 就是在这个前面的导演页 你写入到这个相当于这个文章的一个metadata 你的标题 然后作者 他会默认的有这个日期 当然你可以自定义日期 如果不自定义的话就是编译当时的日期 然后通你有了这个信息之后 就可以通过maketitle 会来把这些信息放到第一个单独页 在title页 你是可以通过thanks这条命令插入角注 可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都可以插入 当然这个日期也是可以插入的 thanks 这个是key dates 注意就是这个大括号的签套 所以在这边 然后另外一个注意就是这些这个标记 就是标注都是统一做技术器的 那我们在下一章可能会去看看技术器 然后在这边三个角注 就会在这个标题页中出现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些 这个大纲章节 是从chapter开始 然后下一节就是 节就是section 然后subsection subsection 可以paragraph 但是paragraph它并不会显示出来 看是在什么条件下 它不显示 paragraph 用的不多 所以接下来的话就是在你的title maketitle之后可以通过这个table of contents的命令 将第二页作为一个目录页 这边的话会直接插入到你的文档的结构 当然在这个里面我们并没有去测试就是这个图表 那在这边的话 当你可以就是技术做相应的这个图表的时候 然后你也可以将这个图表 就是list of figures list of tables 同样放到这个不同的目录结构中 这个我们在真正使用过程中的话 大家还可以再去看 这边给大家整理一个就是title toc 就这个part 我们也把它放到这边 t开头的title title toc 这个红包是我们的自定义 高级自定义 它和我们的这个目录结构是有相关联的 另外一个相关联的就是table of contents 实际上它是来源于这个hyper reference 但是本身你不用这个hyper reference的时候 它也有这个内置命令就是table of contents 就是你可以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进行选择 然后在左边的这个文档的structure中 你也可以看得到 当你设定了这个章节之后的话 这个section就是table 这个这个的第一个级别 section 然后这个 这个是chapter 这个是section 这是subsection 然后这个paragraph 它也在这边就显示 但是它就不是这个hider了 这个是这个 就是第一集 然后hider1,hider2 然后paragraph和这个hider2 实际上是因为你在hider1下面 所以它就在直接在它的这个类型下 但是取决于你的这个paragraph 是在哪里面去定义的 比如说我在这个hider2下面 我去定义我去定义这个small part 这个small actual 我们看subsection small part 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个paragraph new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去编译 这边的话 这儿有一个newpar 这儿有一个new1 然后在这儿可以看到 在hr下面的话 又有了一个这个paragraph 所以这个paragraph 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级别 但是这个h是有固定级别的 当然是说你在h1下面 我说我不是sub 我直接是subsub 你会看到这边的话就变成了h3 然后在这儿我们去编译的时候 然后这个small parts还是 就是看起来的话 它还是这个2.1.1 并没有变化 然后我如果把它变成sub编译 在这儿它就没有了 然后上了一级2.1 所以在这儿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 或者说在这个地方 左边通过这个文档的结构 你也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就是目录的深度 然后右边的话是预览 你的文章如果足够长的话 你就可以开始进行比较正规的 这样的排版的设置了 好多谢大家的观看 下一个章节我们简单的去看一下 技术器和列表的信息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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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